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检栋里边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士 看上去像是他杀 这是重大的刑事案件 所以县公安局侦察和技术人员冒着大雨赶紧就赶到了现场 第二天徐州市公安局的干警也到达了现场 两级公安机关共同勘察现场检验尸体 经过勘察得出了一些结论 现场的公路是西南东北走向的 横川公路的寒洞因为位置比较低 所以常年积水 7月21号早上 有村民在寒洞外边发现这具男士是漂浮在水里的 在寒洞里面还打捞出了一把 屏长52厘米刃长21厘米的镰刀 在寒洞外边那条河的东岸边上还发现了一条旧的蓝色的裤头 经过尸体检验死者是男性 身高在1米6左右已经高度腐败 全身的表皮和指甲全部脱落了 脸部的软组织也是缺损的 所以就是长什么模样看不出来了 已经是一片模模糊糊的了 那么在头的顶枕部头皮啊 还粘在头骨上 上面呢只有少量的头发 死者下颌骨正前正中的那个地方和右下颌脚那儿 呈横断性的骨折脱落 死者右腋下边有两处窗口 肚脐上面有一处窗口 这处窗口啊能够直打肾脏 男性的性器官阴镜 皮肤是剥离的 一直剥离到了龟头那儿 死者右肩夹下边内侧 有一个铜钱大小的陈旧性的伤疤 死者的胃内容物 差不多一共是500克 主食呢是那种西壶状的了 当然这不代表 他就一定是什么喝的粥啊喝的汤啊 不是 是你吃完吃进去之后啊 他就成了粥状了 里面还有韭菜辣椒等食物 血型呢是B型 勘查和尸检结束之后 警方呢立刻连夜召开会议 分析案情就初步判断 从尸体损伤等情况来看呢 应该是奸行杀人 为什么呢 很关键的一点 死者阴镜的皮肤是剥离的 从第二点来看呢 乔寒洞里边啊 长期积水 并且呢又在公路上 这不可能是杀人的第一现场 而应该是抛尸现场 第三点 从尸体腐败程度来看 死亡时间 距离发现的时间 应该是四到五天 第四点 死者的年龄 应该是25岁左右 身强力壮的 但是呢身体创伤比较多 又被医尸了 这说明罪犯很残忍 甚至有可能不是第一次作案了 这案子这是人命关天的 第一要务就是确定失源 所以县公安局呢 以棋盘相为重点 要求近期有家人去向不明的 对吧 家里人失踪的啊 都前往辨认尸体 来辨认的人呢 还真不少 大家呀都是哭哭啼啼的来 一看 哎 他不像啊 我儿子比这高啊 我丈夫比这胖 唯独有一个村民 店户村的村民 黄某 先后来辨认了两次 第一回来了呀 有点拿不准 这身高 这体型有点像 可是呢 也不确定就是 第二回又来了 这才说 哎呀 死的呀 这是我三儿子呀 三宝啊 哎 这个畜生啊 不孝啊 不学好啊 辱莫祖宗 死的还不如一条狗呢 哎哟 这黄老汉 怎么这么激动啊 啊 这死者到底是不是黄三宝啊 黄三宝又是谁呀 这黄三宝啊 当年24岁 没上过学 也没结婚 据这黄老汉说呀 黄三宝当年7月18号晚上去他们村的兽医朝某家里边耍流氓去了 让朝某的妻子女儿又打又骂之后就逃跑了逃走以后下落不明 据黄三宝的亲属辩认 从现场提取的那个裤头 与黄三宝的裤头啊 甭管是样式上啊 布料上啊 新旧程度上啊 基本一样 黄三宝的身高呢 也是一米六 穿着38号的鞋 头发长短 包括发型 这都跟尸体差不多 再根据调查 这村兽医朝某的老婆陈爱英与两个女儿在7月18号晚上确实把上门耍流氓的黄三宝一顿臭骂殴打 黄三宝逃跑了 这事儿确实是真的 所以综合这些情况来分析民警就认为这死的不是黄三宝还能是谁啊 即使是巧合他也不能这么巧合吧 黄三宝啊很可能是在7月18号在朝家被杀以后抛尸的 专案组还认为黄三宝大晚上的闯入民宅图谋不轨 这是死不足惜 朝家母女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致人死亡 不是一般的杀人案件 应该迅速破案 震慑犯罪 同时呢 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啊 搞好全县的治安 于是啊 县公安局大批民警就破案攻坚 经过摸牌查证 果然获取了很多的重要线索 第一个是查清楚了朝家打算弄死黄三宝的主要言行 这就证实了因果关系 朝家母女呢 先后几次找到黄家 就指责黄三宝他爸爸黄老汉 你家小三子不怀好意 跑到我家耍流氓 如果不改 我们就不饶他了 甚至陈爱英曾经对派出所的民警说过 公家要不处理这事啊 我们就把他砸死 哎 这是得到的第一条线索 那么第二个线索是什么呢 朝家人呢 比较反常 经过调查 7月18号 在受益战工作的朝某并不在家 第二天上午回家之后啊 全家人几天那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 并且两回给大女儿在部队的未婚夫发电报 让他赶紧回来 同时呢 两个女儿啊 原本住在西塘屋里边 后来呢 就搬到了东塘屋 跟他们的母亲住在一个屋子里面 而西塘屋呢 一直在那紧锁着 这也十分可疑 第三个呀 是经过秘密搜查 搜出来了血衣和作案工具 发现朝某的大女儿 刚洗过的那裤挂上有血迹 家里面呢 还有斧头 斧头嘛 那个刃口啊 跟死者头部的损伤的那形状 基本上是吻合的 并且朝家还少了一把镰刀 各位 在发现尸体的地方 可是有一把镰刀啊 所以民警就想这镰刀应该就是朝家的 据此专案组判断 是陈爱英母女在防卫反抗之中杀死了黄三宝 而朝寿一呢 可能参与了毁容遗失等活动 于是对朝家的三个人拘留审查 经过新一县人民检察院起诉 县法院公开审理 当年9月26号就作出了判决 说黄三宝夜入朝家 进行流氓犯罪活动 陈爱英母女防卫过当 将其杀死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从轻判处陈爱英 有期徒刑半年 缓刑一年 他们的女儿免于起诉 也就是说啊 这个事判的并不重 可是特殊情况 可是这起案子并没有结束 县法院宣判仅仅八天之后 也就是当年10月4号 那个大家都认为死了的黄三宝奇迹般的出现了 并且由他的家属陪着到县公安局 投案自首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呀 7月8号晚上 黄三宝拔门就进入了朝家女儿的卧室 打算强奸 被朝家母女这一顿骂这一顿打呀 当时跑了以后啊 没敢回家 连夜逃到了批县 后来呢 又逃到了黑龙江 干了两个多月的临时工 因为逃亡的味道实在不好受 所以这才悄悄的返回家来 到了家之后 黄老汉包括其他家人一看都吓傻了呀 三子 你不 你不死了吗 啊 死 没有啊 你不去人 你朝手一家里边耍流氓去了吗 是啊 我让他们给我打跑了 给我吓得不行了 我黑龙江打俩月宫啊 我哎呀 这在外边太难受了 我这不回来了吗 哎呀 你这个畜生啊 你看看啊 你干的这畜生都不干的事 你赶紧的到公安局投案自首 这么着 这才带着黄三宝到了公安局投案自首 黄三宝这一死而复生啊 当地公安政法机关可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为什么呀 当时你们查来查去说死的就黄三宝啊啊啊啊 结果现在黄三宝活过来了 你们还把人陈海英给判了呢 虽然说是缓刑吧 不过你这也是判错了呀 再者说了 你们说死的是黄三宝 现在黄三宝回来了 那死的到底是谁啊 你们能不能查案啊 啊 靠谱不靠谱啊 这朝某一家呢 也坐在了公安局办公室里边不走了 就强烈的要求 立刻为他们平反 恢复名誉 并且赔偿经济损失 民警们哪一个个心情沉重啊 觉得确实是丢脸呢 没脸见人呢 走路都抬不起头来 面对着这么一个尴尬难堪的局面 县公安局啊 也下定决心 咱们得有错必究啊 咱们得早日破案 用胜利的成果来挽回咱们的声誉啊 第一个呢 是公开的向朝家赔礼道歉 予以平反 赔偿经济损失 第二个呢 是由一位局领导挂帅 抽调精兵强将 重新组成专案组 全局一盘棋的开展工作 实行责任倒查 错案追究责任制 可关键的问题还是破案呢 到底死者是谁 凶手是怎么回事 这死者为什么死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之前查来查去 查出来一冤假错案 那么到底死者是谁呢 啊 这县公安局是没脸见人了 这省市公安部门呢 也是非常的重视 江苏省公安厅 徐州市公安局 对此案呢 也高度重视 有关领导 还有刑侦部门的负责人 包括技术人员 法医都到了新一县公安局了 重新勘察现场 重新对尸体进行检验 研究案情 确定对策 首先呢 对死者呀 做出了和原来不同的具体的画像 第一 死者年龄在30岁左右 死亡时间距离发现尸体的时间 在10天以上 原来呢 推断的是25岁左右 死亡时间距离发现尸体时间 是4到5天 咱们再来说 画像第二点不同 说死者头面部的损伤 主要位于左右两侧的乳突部位 右侧颧骨乳突和下颗骨骨折形态比较规则 这种损伤形态啊 一般来说呢 只有在左侧脸部被电衬在质地比较坚硬的平面物体上 右侧脸部受到钝气打击才能形成 说白了 就是比如说把这个人摁到地上 或者摁到桌子上 剩下再拿着锤子 从另外一面一砸 才会是这种伤痕 可以认定死亡原因是打击所形成的颅脑损伤 这是这一次会检会诊的新发现 第三点呢 是对杀人凶器的判断有了新认识 根据尸体头部创伤形态特征 可以推断致命凶器是一个具有一定重量的质地比较坚硬的 具有棱边棱角的钝性物体 根据死者颈部两页下侧以及会音部损伤的形态特征 可以推断是锐气伤 那么锐气是一把具有一定长度刃口比较锋利的单刃的尖刀 总之杀人凶器是两种 那伤是刀子捅的 头上那个是被什么钝器给砸的 第四点 死者尸体上锐气伤的数目很多 部位呢比较分散 其中任何一处损伤都不至于让人立刻丧命 人要是没死啊 或者说是在有挣扎能力的情况之下 是不可能听任凶手对他割刺啊刺戳呀 据此来推断 死者的刀伤应该是死后被人残忍切割的 这也是这一次会检会检的新判断 所以省市县三级公安民警就形成了一致意见 死者面容被毁 遍体鳞伤 阴镜被拔了皮了 说明凶手很可能是死者熟悉的人 奸杀或者仇杀的可能性很大 凶手作案呢 使用了两种凶器 说明啊 有预谋 有准备 杀人现场应该是在室内 遗失地点虽然是在公路那啊 但是呢 那个寒洞啊 比较低 低洼 又常年积水 比较隐蔽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寒洞的这个条件 这就说明凶手熟悉现场环境 很可能是本地人 专案民警呢 就对现场周围 十五华里半径内的四个乡镇 三十三个村庄 全面展开了排查工作 是一个村也不拉 哪一户也不拉 到了哪个户里边 哪个人也不能拉 对可疑的对象啊 挨个的过筛子 从中就发现了九名失踪人员 但是呢 这九个人呢 都因为出走的时间呢 个人的特征啊 不符合被否定了 哎呀 既然这四个乡镇找不着 那这么着 接下来啊 把摸排范围 扩大到全县二十六个乡镇 同时在江苏 山东 安徽 三个省的二十四个县 张贴认识通告 民警们说了 上回啊 啪啪打了脸了 这回啊 咱们哪怕是大海捞针 也得给他捞着 一定得找着死者 查出凶手 案件不破 事不罢休 经过紧张的 大量的工作啊 民警呢 从几百名外出 违规人员里面 发现了十三个下落不明的 经过挨个的过筛查证 否定了十二个 只剩下了一个人 一点最多 这个人叫王明凯 那么 他会不会就是死者呢 王明凯 家住棋盘乡 筛子村 园须村四对 据现场啊 差不多是二十里地左右 左邻右舍 包括亲属 都提供了王明凯的体貌特征 他的体貌特征 和那个寒洞里面的死者 来进行比较分析之后 认为死者很有可能就是王明凯 为什么呢 王明凯身高也是一米六 王明凯呢 手指又尖又细 就我们俗话说的那鸡爪子手啊 这跟死者呢 也是相似的 第三 王明凯穿38号的鞋 脚长和死者也差不多 第四 王明凯失踪之前 留着那种高装的平头 发型发长 跟死者也比较接近 第五 王明凯右背部有一个窗疤 大小形状位置 和那个死者尸体上的 我们之前说的那铜钱大小的疤呀 基本上相同 第六 王明凯当年呢 是38岁 与法医检验推断的死者的年龄 是相近的 第七 王明凯失踪时间是7月8号 与法医尸检时候推断的死亡时间 也比较接近 第八 王明凯失踪之前穿的旧裤头 跟现场提取的裤头样式啊 颜色呀 新旧程度啊 也基本相同 那么王明凯是不是死者呢 有了上回黄三宝的经验了啊 这也是教训 这回专案组啊 不敢轻易下结论了 而是继续深入调查 就发现王明凯的妻子 袁庆荣和王明凯的弟弟王明亮 那是勾搭成奸啊 这就等于是小叔子勾搭嫂子 嫂子勾搭小叔子 合谋杀人的这疑点就迅速上升了 经过调查 王明亮35岁 没结婚 是王明凯的亲弟弟 1982年3月 王明亮啊 因为一些事情 就到了他二哥王明凯家居住生活了 时间不长 王明凯夫妻关系就恶化了 吵闹不断 王明凯啊 曾经还找村干部说过呢 我感觉明亮 跟我老婆有男女关系 我求求你 给我把明亮撵走了吧 村尬木人也不方便管这事啊 你们亲兄弟 我怎么说呀 是吧 王明凯失踪半个月之前 就和妻子啊 大吵一架 同时对王明亮就下了逐客令了 你赶紧给我滚蛋 王明亮被赶出去之后 就住在村西的电贯站里边 只能是趁他哥哥不在家的时候 再跟嫂子干点那种苟且之事 为此啊 对王明凯那是恨之入骨 那么王明亮会不会对亲哥哥下手呢 毕竟是亲生兄弟啊 他还真敢 为什么呢 有一回啊 王明亮跟他们的大哥借钱 大哥呢 没借给他 他就把毒药扔进了大哥的猪圈里边 除了这事干过的缺德事多了去了 他趁着堂哥王明友老改的这个机会 就把王明友的妻子啊 给拐卖了 王明凯失踪之后 这王明亮可就跟他嫂子住一块去了 那是有说有笑啊 这就跟夫妻似的 比一般的夫妻啊 还要逆户 还要甜蜜 种种迹象表明 死者就是王明凯 王明亮和王明凯的妻子 有着重大的杀人嫌疑 那么能不能就此定案呢 还是不敢呢 世界上最怕的就是认真俩字 在第二次侦破过程之中啊 民警是一丝不苟 一步一步的揭开了事实真相 当案情已经明朗的时候 不少人呢就主张立刻采取措施 对王明亮 袁庆荣进行正面审查 但是专案组的领导 这一次非常的谨慎 要求继续深挖细茶 搜取罪证 又秘密提取了王明凯 大衣口袋里的毛发 还有衬衣口袋里的烟头 棉衣领上的汗液斑痕 来进行检测化验 证明他的血型属于B型 与尸体的血型也相同 为正面接触和审查 就奠定了基础 省厅市局的领导 对这起案子呢 也格外的重视 多次到县公安局指导破案 县局党委啊 在全局挑选了精干民警 参加审讯搜查 外调取证 结果又在王明凯家里的大衣裳 在床框 梁席 被褥上 都发现了多处 没有处理干净的血迹 在棉袄 毯子 以及文章上 也都有点片状的血迹 这就成为了有利的罪证 在审讯之中 最终啊 王明亮交代了 与嫂子一起 杀害王明凯的事实 王明凯呢 是新一县城港乡 起源村的农民 1975年 入赘齐盘乡 原家当女婿 他的弟弟王明亮啊 一直不务正业 整天的就是那种老流氓 小流氓似的作风 在家实在待不下去了 这才跑到了王明凯家 就想着跟哥哥一块生活 王明凯一看 这亲弟弟你得管他呀 就收留他了 哪知道这是引狼入室啊 没过多久 王明亮跟嫂子 可就勾搭上一块了 王明凯气的呀 打他媳妇打了好几回 并且把王明亮赶出去了 这王明亮跟嫂子俩人呢 就怀恨在心啊 他嫂子也是 我不爱你哥哥 我就爱你 于是呢 俩人就商量着 要不把你哥给杀了吧 1983年7月7号下午 这个袁庆荣呢 就给王明凯啊 买酒炒菜 哎呦 假装的对王明凯好的都不行了 晚上11点 王明亮进门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尖刀 照着醉酒的王明凯的肚子 可就戳了一刀啊 哪怕喝醉酒了 他也知道疼啊 疼的在那呲啪乱叫 王明亮呢 从门后拿了一把 前边的是那种扁方形的大铁棍子 照着王明凯右耳朵部位 狠狠的就砸了几下 杀人以后啊 这俩人用一条红色的棉毯把尸体包住了 用平板车就拉到了那个寒洞那 为了让人辨认不出死者 又用石头刀子把王明凯的脸呢弄得是血肉模糊就毁了容了 这样才把尸体扔进寒洞里边的水里 这是杀亲惨案啊 抛尸返回路上 王明亮把包裹尸体的毯子裤子 扔进了距离寒洞不远处的一口鸡井里 到家以后呢 又跟嫂子一块 把各处的血迹啊都洗干净了 还定立了攻守同盟 捅一口径 就说王明凯到山东买船去了 第二天呢王明亮又把王明凯的衬衣呀 包括裤子呀这些衣服装在一个黑蹄包里 丢进了扔毯子的那个鸡井里 又把凶器也就那把刀子用毛巾包着扔进了一条河里 专案民警压着王明亮指认了所有的作案抛尸现场 并且从鸡井里面打捞出了他所共认的物品罪证 到这儿这是铁正如山啊 案子呢是顺利的破了 但是县公安局的民警们呢 也不好意思庆功 他脸红啊 为什么这起案子一开始出现了那么大的岔头 这和他们在工作之中的一些失误 那是脱不了关系的呀 第一 第一次现场的时候 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工作 做的不深不细不全面 为什么人省市专家来了一看 就知道这死者应该是死亡五到十天 为什么县里面公安局的法医一看就是三到五天呢 对吧 包括一些伤痕的鉴定 包括一些死亡特征的鉴定 那都出现了前后矛盾的地方啊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在调查访问过程之中偏听偏信 就是我脑子之中已经有了对这个案情的一个大致判断了 再去搜集线索的时候 再去寻找证据的时候 都是从自己主观的对这个案件的判断之上去下手 先入为主了 这就缺乏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三 在审问嫌疑人的时候 也是带着这种主观性 这就导致口供里面很多细节出现问题了 并没有得到重视 在接触询问潮家四口人的时候 办案人员呢 也是带着这种反正是防卫过当的 这种理念问话 在潮家人都不承认杀人的情况之下 又采取了诱供的错误方法 结果呢 除了潮兽医盖不承认之外 陈爱英母女在右供之下就交代了杀人毁容一事的经过 尽管供词破绽很多 但还是他们采取了那种求同存异的这种心理 归党入眷了 我们说呀 这起案子得亏是黄三宝后来回来 黄三宝后来去投案自首了 如果不是呢 那是不是陈爱英母女就要永远的蒙冤下去了呢 行了 所以您讲到这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本期节目我们来讲述吉林屠夫连环杀人案 原作者中山王景 2006年9月23号 这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六 和往常一样 柳河县柳南乡通沟村 在鸟鸟吹烟之中醒了过来 村民们呢 有的下地耕作 有的喂养牲畜 有的呢 在张罗小卖店等小本买卖开张 村东头住着的石岳君家呀 是靠屠宰生猪而发起来的富裕户 他们家呢 有一个大院 院子里边有三间砖瓦房 门上贴着起伏的对联 燕子贤泥在他家屋檐底下 还雷起了一个小燕窝 右侧有猪圈 宰猪场 还有放猪肉的作坊 左侧呢 有一个带铁门的车库 专门搁放一辆福田牌的白色半截子货车 院子外边呢 还有他家的田地 一清早起来 石岳君和平时一样 开着车到和平乡大力沟村 买了四头生猪 准备周日到通化县干沟乡赶集卖猪肉 他把猪啊 拉回到自家的圈里边 四头肥猪宠他直哼哼啊 平时呢 他会特别兴奋的操起刀 一边哼着歌 一边把这猪杀死退毛开膛 他生平两个爱好 一个是爱听歌 一个是杀猪 歌啊 能给他精神上的满足 杀猪呢 能让他的生活得以保障 让一家四口过上好日子 石岳君十八岁辍学之后 就在驻地附近的村屯 以杀猪买猪为生 可是当天的他 却异常的烦躁 这烦躁 四个月之前 就像无数的蚯蚓 在咬着他的心 月初的时候 通化县二密镇个体屠宰户李某 承包了二密镇屠宰点 按有关部门规定 周围临近村子的肉贩子 都得到二密镇屠宰点 屠宰检疫之后 才允许到市场销售 因为到屠宰点杀猪啊 得交屠宰费 跟检疫费 一头猪呢 一共得交六十三块钱 石月军这心里边啊 就非常的不满 更令他不能接受的 是李某这个人 用石月军的话来说 李某经常高收费 还欺负人 经过他们盘剥一圈下来 这一头猪 也挣不了多少钱 可是不去屠宰点屠宰吧 他又惹不起李某 开始呢 他为了自己损失少一点 每次去二密镇屠宰点的时候 都先在家杀一头猪 然后带着肉 再拉一头猪 到屠宰点 再杀检疫 这样呢 能省下一头猪的屠宰检疫费 他想蒙混过关 可是李某不让 有一回啊 石月军 又带着在家杀好的猪肉 跟一头猪 到屠宰点的时候 被李某发现了 李某就把他的猪肉没收了 还要罚他三万到四万块钱 后来他通过熟人 好说歹说 交了几千块钱的罚款 本来就事前如命的石月军 这一下子 可气坏了 就产生了杀死李某的想法 复仇的怒火 烧的是饭不撕 茶不饮 整天的烦躁不安 家人呢 也感到奇怪 有点担心 领着他呀 就去看了看心理医生 医生就嘱咐他 你得适应社会 放宽心胸 到外边走走 媳妇就领着他到南方玩了一圈 可是爱情 亲情 都没有拉回他复仇的心 回来之后 到屠宰点 屠宰猪的时候 面对李某 他把仇恨一刀一刀的 砍在猪的身上 这时候 他望着那四头猪 想到明天还得赶急卖肉 所以还得硬着头皮 去到李某的屠宰点杀猪 一想到还得送上门去 受人家欺负 否则没别的出路 他就问自己 石月军呢 石月军 你这么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呀 于是 9月23号下午3点 他在村里理完法之后 到村里的药店 买了梁小平的耗子药 心里边就暗自决定 如果李某刁难我 我就杀死他 然后喝药自杀 天黑了 石月军 带着四把杀猪刀 开着半截车 拉着两头猪 就来到了二密镇 李某的屠宰点 把两头猪卸下车以后 在一家饭店 找到了正在和两个人 喝酒吃饭的李某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 从来滴酒不沾的石月军 也凑上钱去喝了一杯啤酒 23号晚上11点左右 李某和石月军 从饭店出来 又遇到了二密镇干沟村的 两名个体屠宰户 他们又来到一家烧烤店 吃肉串喝酒 期间呢 李某当着另外两个人的面 声色俱力的问石月军 石月军 你这回带没带家里宰杀的肉来呀 没带 我告诉你 石月军 那你再带 我还收拾你 我没带 石月军 我再喝酒 你别惹我 惹我 我现在就收拾你 李某啊 做梦也没想到 平时不声不响的石月军 这时候正想要他的命 另两名屠夫 冲石月军直识眼色 石月军在酒桌上 就强咽下了这口气 凌晨的时候 四个人从烧烤店出来 李某让他们三个人呢 上自己的半截子车 他们不知道要干啥 只不过平时呢 听惯了李某的吆喝 都乖乖的上车了 石月军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 李某开着车 拉着他们 向二密镇北垫子村方向 就开去了 途经二密镇大连川村的时候 李某把车停下 对后座上的两个人说 你俩下车 我跟石月军单独谈谈 另外两个人下车以后 李某拉着石月军 继续往前走了五百多米 把车停下了 石月军看李某 转身伸手到后座 要拿东西的一瞬间 立刻猜测到李某要收拾他 面对身高体壮的李某 石月军知道 一对一的打是肯定不行的 必须出其不意才能治住他 那么此时不下手 还等什么呢 说时迟那时款石月军 搜的一下从身上的背包里 抽出了一把杀猪刀 朝李某的肚子扑呲 就捅了一头 哎哟 石月军 你这是干啥 李某抓住他的双手 赶紧说软话 月军啊 明儿我给你 半个杀猪点 你快把我送 送医院 他看石月军 两眼冒凶框 知道不好 赶紧下车 往车后边 二密方向就跑了过去 刚跑出六七步 就倒在路边的沟里 石月军追上去 狠狠地朝李某身上 连桶竖刀就把他杀死了 然后呢 跳上李某的那辆车 就开向了二密镇 在路上 他想起了平日里 和自己有过矛盾的人 反正都是一个死 不如把仇人都杀死之后 再自杀 夜越来越黑 沉寂的村子 酣睡的父老乡亲 做梦都没想到 脚下这块古朴的土地 会生长出一个灭绝人性的恶魔 正在实施杀害乡亲们的杀人计划 凌晨一点十分左右 石月军开着李某的车 回到二密镇 他呢 换了自己的那辆白色的福田车 来到二密镇 负责简易工作的 畜牧站副站长王玉良家里边 他呀 以为生猪简易为理由 在那敲门叫门 王玉良起来就打开门了 石月军趁他不备 用刀就刺中了他的胸部 王玉良的媳妇 看见情况之后 从炕上就起来大声喊叫 石月军上前又把他捅倒在炕上 这时候在隔壁住的王玉良的父母 听到喊声相继跑了过来 都被石月军挥刀杀死 石月军把屋子里边的灯关上 走到房门口的时候 遇到了从隔壁赶来的 王玉良的哥哥 王玉洪 石月军上前朝着王玉洪的胸部 就捅了一刀 由于用力过猛 把这刀呀给折断了 并且把自己的右大腿划伤了 杀猪刀掉在了地上 王玉洪一看这情况 转身就往外跑 石月军随后紧追 可是没追上 一点四十分左右的时候 石月军开着车 前往柳河县三元浦镇 因为在十八年之前 当时只有十八岁的他 到三元浦镇 玉洪永家的小脉部 想偷个面包吃 没等拿到手呢 就被瑜伽发现了 是同学余洪永 当时用打鸟的火药枪 击中了他的腹部 至今呢 还有几粒枪杀 在肚子里边没取出来 他一直记恨在心 石月军是边开车 往三元浦镇快速的驶去 边想着 我一定要杀掉的 由于到三元浦镇 路过自己家所住的通沟村 他又想到 村里的刘国华和王刚也该杀 因为刘国华家的小卖店 一直卖他的猪肉 三四年前的一个中秋节 他的猪肉不够卖 就没给刘家小卖店留 引起了这刘家小卖店 刘国华的妻子曹德勤的不满 从此呢 就不禁他的猪肉了 王刚是因为以前帮他杀猪 后来不帮了 赦了他四千多块钱的猪肉没还 这些他都怀恨在心 这时候石月军 已经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杀死这三个人 那么这三个人能够死里逃生吗 在二十四号凌晨两点左右 石月军呢 开车回到了通沟村 自己家的门前 来到他试弄的非常干净的小院 他轻轻的打开一扇窗户 他知道妻子儿女都还在熟睡 这近在咫尺的幸福啊 也没能浇灭他心中复仇的火焰 他回家 是要把兜里三千块钱 留给妻儿老小 他把钱放在了窗台上 迅速来到距离自家 只有二十米远的刘国华的小卖店 买了四袋面包 四瓶饮料 在刘国华往外送他的时候 他从兜里拿出杀猪刀 转身刺中了刘国华的胸部 刘国华的妻子曹德勤看见之后 惊恐的从炕上坐了起来 石岳君窜上了炕 罩着他的身上连捅了竖刀 凌晨两点半左右 石岳君又来到王刚家 以求王刚帮助杀猪为名 骗开了门 趁王刚正在炕上穿裤子的时候 朝他的肚子就刺了一刀 王刚拼命的抵抗 没有被刺死 为了抓紧时间去三元浦镇 石岳君转身就跑出了屋外 凌晨三点左右 他来到了三元浦镇 于洪勇的家 以在三元浦镇歌厅打仗 把人捅坏了 想借点钱逃走为理由 把门片开了 趁于洪勇不备 抽刀刺向了他的胸部 于洪勇啊 边和他撕打在一起 边让媳妇快跑 石岳君又一刀刺向了于洪勇的脖子 随后又把于洪勇摁倒在地 并且把于洪勇掐死了 撕打过程之中 石岳君的刀掉在了地上 他来不及找 跑到屋子外边车上 又拿了一把尖刀 返回屋子里面 要收拾于洪勇的媳妇和孩子 发现于洪勇的妻子 已经把西屋的门插上了 他用胳膊肘啊 把门上的玻璃就砸碎了 举起刀来 向着于洪勇妻子的脸上 就捅了几刀 听到于洪勇的妻子 在打电话报警 他怕耽误时间被人抓住 又迅速回到车上 开车往通沟村走 天哪 渐渐放亮了 石岳君开车 走到柳南乡 京家电公路立交桥的时候 把车停下了 掏出手机 向相反的方向就扔掉了 然后把两小瓶老鼠药 兑进了饮料里 继续开车 回到通沟村 把车停在村口路旁 在车后座上 拿出一件黄色的棉袄穿在身上 用一个车做套 把面包 饮料 两把杀猪刀 都包在身上 在陈务的掩护之下 就钻进了通沟村 南山玉米地里边 9月24号凌晨3点左右 通化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接到通化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汇报 说通化县二密镇 序幕检查站副站长王玉良 一家四口被杀害 通化市主管刑侦的孟庆然副局长 刑警支队卢永斌支队长 王光宇正伟 武善发副支队长 带领侦察员赶到了现场 调查之中发现 二密镇屠宰点的黎某也不见了 凌晨4点左右 他们在二密镇两点的门口 找到了黎某的车 车上有血迹 接下来他们继续搜查 在不远的路沟里边 发现了黎某的尸体 这时候啊 他们又接到柳河县报案 说柳南乡通沟村刘国华夫妻被杀 王刚受伤 三远浦镇于洪永被杀 妻子徐红彦受伤 根据伤者王玉洪 王刚和徐红彦的指认 确定犯罪嫌疑人 就是石岳军 锁定犯罪嫌疑人之后 他们果断做出部署 认真勘察武器犯罪现场 对所有公路要道 铁路车站 桥梁隧道 设卡堵截 清查宾馆 旅馆 歌厅 舞厅等娱乐场所 通过广播电台 对出租车司机宣传通报 对犯罪嫌疑人所有关系进行布控 另一方面迅速向上级报告 沈公安厅指挥中心 接到报告以后 要求组织精干力量 加大工作力度 击捕犯罪嫌疑人 抓紧进行布控 严防发生新的案件 破案指挥部 设在柳南乡乡政府 聂文泉听取汇报之后 当场做出了七点指示 一要研究逃跑方向 要论证充分 做出科学判断 二要分析 嫌疑人的犯罪心理 调查他身上 是否带了逃跑资金 三运用DNA和指纹鉴定 研究他使用的工具 四要不断整合情况 根据已经获得的信息 做出符合客观 实际的部署 五要严密 射卡堵截 绝不允许嫌疑人 逃出吉林阵地 给社会造成危害 六要动员村民 搞好村屯联防 互村互屯 七要对嫌疑人 所有社会关系和落脚点 秘密不空 八要加大搜寻力度 发挥计阵的作用 专家组要拿出具体意见 为尽快抓人 提供科学指导 聂厅长鼓励大家 要把握时机 尽早破案 基于案情重大 为了保障经费 聂厅长经过与指挥部 其他领导商议决定 由省公安厅拿出20万元 支援柳河县警方破案 指挥部啊 连夜落实上级的指示 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领导 进行了周密研究 当时划定柳河通划两个县 柳南 二密 三原浦 光华 大立沟 红石 五个乡镇 二十九个村屯的侦查范围 一道道警力 又重新进行了加固和完善 设卡组 由柳河县公安局长 王云波负责 印制嫌疑人照片 以及悬赏通告 广泛发放张贴 由柳河县公安局局长助理 兼刑警大队长刘全武负责 犯罪嫌疑人十九个社会关系调查部空 由柳河县公安局政委杨海波 副局长邓万军 李万军 宋涛负责 现场勘察组 由通话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卢永斌 政委王光宇负责 搜山组 由通话市公安局副局长王云鹏负责 各县情况调度组 由通话市公安局副局长孟庆然负责 省公安厅专家组王永林等负责认真跟嫌疑人家属谈话 了解整个过程的真实情节 为侦破此案提供方向性依据 9月25号 带有犯罪嫌疑人照片的通告 广泛张贴在了柳河县的城市 农村 大街小巷 文化娱乐场所 以及交通要道 对提供抓捕线索的人公开悬赏十万元 各县市区乡镇街村屯层层召开通报会 发动群众自访联访 发现线索及时报告 省市县三级电视台全天候播出滚动字幕 广播电台和省内各家报社 分别刊发通缉令和嫌疑人照片 以及悬赏十万元的消息 互联网上铺天改地的 也都是公安部挂牌督办的A级逃犯通缉令 警车发动了 摩托车发动了 民警巡逻 射卡 堵截 走访 排查 他们的身影不知疲倦的 在这块山区的土地上 来回穿梭着 天色呀 不知不觉 就暗下来了 秋风刮到玉米地里的叶子 哗啦哗啦的响 十月军 趴在这片玉米地里 等太阳落山已经等了一天了 饭量本来就大的他 已经把在杀刘国华的时候 买的四袋面包都吃光了 肚子也饿了 于是他悄悄走出了玉米地 来到通沟村南沟里山上 严红路家的空房 他见房门上着锁 就把后窗户撬开 钻进了屋子里面 然后再把窗户在里面 用绳子绑好了 他在这儿啊 足足待了两天 严家人呢 由于听从了乡党委 召开大会的时候 强调的增强自防意识 这两天没敢上山 也就躲过了一劫 这两天的时间里 十月军把严家能吃的东西都吃了 连铁锹坝 斧子坝 连刀坝都当柴火烧了 二十六号下午 他发现有人上来搜山 觉得这个处处不安全 但他不想马上喝掉 加了耗子药的饮料 因为他还有几个仇人 没杀死 九月二十七号早上六点左右 他鸡肠碌碌地出发了 沿着山路 来到了南山孙洪连家的小房子 打算弄点吃的 来到小房子跟前 他发现孙洪连夫妻在家呢 这夫妻俩呀 本应该也像老严家那样 躲过这两天 因为这期间呢 公安机关呢 已经将防范工作 深入到了每个村屯 防范意识呢 已经家喻户晓 当时家里人呢 也劝孙洪连夫妻 躲过这几天在上山 可是老两口呢 舍不得让家里的牛饿着 就上山了 哪成想和杀人恶魔 碰了一个正招 这时候孙洪连也见到了 石岳君 就跟他说 哎呀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杀了那么多人 你想要杀哪杀 你可别杀我呀 石岳君就问孙洪连 有没有吃的 孙洪连赶紧给他拿了几袋 面包和榨菜 可是灭绝人性的石岳君 怕孙洪连夫妇报案 在接过面包和榨菜之后 抽出随身携带的杀猪刀 刺向了孙洪连 孙洪连的妻子刘继分 看见这情况之后 抡起一把砍柴斧子 砍向了石岳君的头部 石岳君一躲 斧头啊 还是把他脸上给划伤了 石岳君上前抢过斧子 照着被刺倒在地上的孙洪连头部 连着砍了两斧子 刘继分赶紧往外跑过去 石岳君追上去 把他砍死在那 然后把尸体拖到了距离住房 50米远的沟塘里边 9月27号下午3点 指挥部接到报告 柳南乡通沟村 独居山中的村民孙洪连夫妇被杀 法医进行事件之后发现 犯罪嫌疑人使用的工具是斧子 现场勘察的时候 还看到米饭等食物 专家分析嫌疑人 很可能是由于饥饿 找食物吃 然后杀人灭口 侦察员在山上走访的时候 又发现了颜红路家 找到颜红路 让他回家一看 他家的猪油 咸鸭蛋等等 都被人吃光了 还丢了迷彩服 鸭舌帽和鞋子 最主要的是 侦察员在现场 发现了石岳军 半截子车上的坐垫套 法医在一个小盆上 提取了一枚指纹 此前恰好通化市公安局 给居民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时候 为所有的居民建立了指纹档案 这枚指纹经过检验 正是石岳军所留下的 因此认定此案 仍是石岳军所为 指挥部决定 并按侦察 由于颜红路家的炕 还是热的 证明石岳军 没有走远 于是指挥官 在附近重点区域 划出了214平方公里的 侦察范围 那么这一次石岳军 还能够逃之夭夭吗 专案组的侦察员呢 根据种种的线索 最终呢 划定了一个214平方公里的 侦察范围 当年9月27号下午 聂文泉厅长赶赴现场指挥部 在北京参加会议的 史利副厅长 开完会之后 连夜赶回了长春 于9月28号凌晨 赶到了现场指挥部 紧接着 总指挥聂文泉 决定调兵遣将 武警吉林省总队 总队长陈明乐 亲自调动1000名武警 参加抓捕 白山市 辽元市公安局 各出动500名民警 分别由局长刘凤山 任建波带队应战 通化市公安局 出动2000名民警 梅河口市公安局 出动300多名民警 长春市吉林市公安局 也提供了强有力的设备 和人员支持 通化市委市政府 组织动员民兵预备役 和群众骨干 协助公安机关 开展搜捕工作 以致由公安民警 武警官兵 民兵预备役 和当地群众组成的 12000余人的搜捕队伍 由李东泰 史丽副厅长 两位前线指挥 分别负责围捕 和侦察指挥工作 进行了大面积的 拉网式搜山 设卡和蹲守 吉林省通信管理局 吉林省移动 联通通讯 未通公司 为案件侦破 提供通讯保障 一辆辆应急通讯车辆 也是分布在大山深处 昼夜工作 确保通讯网络的畅通 9月28号下午4点 聂文权和通化市委 高广斌书记 组织召开有通化市 各县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 对围捕工作做出了部署 特别是对加强安全防范工作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可是这个地方啊 山高临密 正是秋天 连成拢的玉米地里边 一株株结实粗壮的大玉米 织成了一片片 齐刷刷密杂杂的青纱杖 茫茫无际 一直延伸到了山上 和山林交织在一起 地形复杂 侦查面积大 搜捕工作 艰难的进行着 石岳军 自从9月27号 杀了孙洪莲夫妇 从山上下来之后 本来打算呢 再前入通沟村 去杀多年前 打过他的一个村民 可是他发现 公路上有警察 武警 还有警权 又看到各个路口 都有人把守 觉得无从下手 只好顺原路 就回去了 当他沿着铁路 和公路之间的大河 走到吕家宝前的玉米地的时候 看见两辆警车 驶了过来 他呀 吓得一头就钻进了玉米地里边 没敢再动 饿了 就白生玉米吃 渴了 就喝那小水沟里边的水 9月29号凌晨3点 狗急跳墙的石岳军 翻墙窜入了赵玉福家的院子里 想找吃的 没找着 在玉米地里边 呆的鞋呀 都湿透了 他换上了 在炎洪路家偷来的鞋 躲在里边休息 当天早上五点左右 早早起床的赵玉福 看到自己家空房门前 有双陌生人的鞋 他就知道 家里进来人了 他拿起了一个叉子 就走到了这个空房前边 石岳军躲在暗处 早就看见赵玉福了 趁赵玉福不注意 挥起杀猪刀 把赵玉福就捅死了 赵玉福的妻子管玉梅 听见动静跑出屋来 石岳军一回身 把他也杀死了 这时候啊 邻居刘金平拿着木棒 一棒子就打在石岳军的头上 傻红眼的石岳军 向刘金平连捅几刀 把刘金平就刺伤了 又将刚从屋子里跑出来的 赵家的孙子赵金凯杀死了 这时候啊 石岳军觉得 自己的行踪已经彻底暴露了 没有办法逃出警方的包围圈 于是从背包里 拿出加了耗子药的饮料 就喝下了 就窜进了 吕家宝村南边的玉米地 9月29号早上的5点50分 指挥部又接到报告 说早上5点45分 柳南乡吕家宝村 三名村民被石岳军杀死 一人在搏斗中受伤 发现杀人恶魔石岳军的踪迹之后 指挥部总指挥聂文权 立即命令组织力量 开展集中围捕 缩小包围圈 疏散村民 并且采取合围 追踪 搜查 设服 相结合的战术 全力开展击部行动 同时对附近村民进行疏散 强化防范措施 当天上午11点30分 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 唐献强赶赴现场 代表时任省委书记王云坤 时任省长王民 向全体参战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 表示慰问 9月29号中午12点左右 武警战士排查到柳河县 柳南乡 吕家宝村 通梅一级公路附近玉米地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个人 在玉米地里面匍匐着 武警战士持枪 上前核实 这个人惊慌失措 起身就跑 武警战士追出不到十米 就将他擒货了 经过警方确认 这个人正是杀人恶魔 石岳军 警方当场从他身上 搜出来尖刀一把 杀人恶魔石岳军被抓获的消息不静而走 当地的老百姓呢 是奔走相告 自发的组织起来 把压界石岳军的道路围的水泻不通 纷纷的鼓掌庆贺拍手称快 一些曾经受到惊吓的老百姓啊 是喜极而泣 2006年11月25号 吉林省通话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石岳军特大杀人案 开庭审理 以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判处被告人石岳军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